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所持有的 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维持该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国际间 普遍接受的外国货币 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 外汇储备在储备资产中最为重要 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之追 今天我们来聊聊外汇储备最多的十个国家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 排名第十的是德国 外汇储备为2730亿美元 德国是自由经济体 不实行外汇管制 境内外资金可以自由流动 国际收支相对比较平衡 德国使用的是欧元 欧元具有国际结算功能 同时欧元是仅次于美元的世界货币 本身具有储备属性 因此德国不需要大量外汇储备 排名第九的是新加坡 外汇储备为3214亿美元 新加坡的外汇储备是由金管局 新加坡政府投资机构 和大马系控股三个机构管理 由金管局负责的外汇储备 首先是要管理风险 外汇储备的规模要足以作为缓冲 应付巨大和突然的资金外流 可能影响市场对新加坡汇率 和宏观经济稳定信心时的需求 必要时 金管局会捍卫新元击退投资者的攻击 排名第八的是巴西 外汇储备为3487亿美元 巴西地大物博 是农业和资源大国 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储量 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大豆等农产品产量和出口量 均居世界前列 这些资源和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 价格不断攀升 使巴西的贸易顺差加大 此外 外国投资者看好巴西的发展前景 外资持续流入 踊跃投资巴西矿场等行业 使巴西的资本账户顺差不断增加 排名第七的是韩国 外汇储备为4165亿美元 1997年7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韩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 外汇储备迅速减少 最少时仅39亿美元 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政府接受教训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速度 鼓励外汇资金流入 努力改善国际收支流动性 注重增加外汇储备的积累 以充实家底 随着经济复苏 韩国外汇储备稳步增长 排名第六的是俄罗斯 外汇储备为4357亿美元 作为国际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力量 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 同时又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出口国 俄罗斯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 占全球的比重持续上升 在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当中 美元所占的比重在下降 不再依赖于美元作为自己的主要货币 这对于某国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排名第五的是沙鲁地阿拉伯 外汇储备为4358亿美元 沙鲁地阿拉伯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 从70年代国际油价暴涨以来 沙鲁地阿拉伯依靠石油出口 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和巨额海外资产 排名第四的是印度 外汇储备为4658亿美元 有许多中国、美国、欧洲或日本的企业 看中了印度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 纷纷去印度投资半场 带去的资本中都是本国的货币 不能在印度境内直接使用 只能去印度的银行换成卢比 日积月累 印度也就积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美国的苹果、沃尔玛、中国的小米、OPPO、上汽 都喜欢去印度投资 现任印度总理莫迪 又是个招商引资狂魔 2014年上台后 每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大幅提升 印度央行拿着那么多外币 在本国不能用 又不能让它贬值 所以通常会购买外国股票 国债、房地产等等 这些资产升值后 外汇储备就上去了 排名第三的是律师 外汇储备为8961亿美元 律师经济和货币一直以来 都被投资者认为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之一 每当金融市场动荡 尤其是欧洲 外部投资者就会蜂拥买入瑞士法郎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欧洲央行等主要央行实行的 极度宽松政策 引发了瑞郎汇率丧行压力 由于担忧货币走强 伤害本国经济 瑞士央行不得不花费 大量瑞郎买入外汇 试图稳定汇率 结果造成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增长 2015年1月15日 不堪重负的瑞士央行 突然意外宣布取消欧元对瑞郎 1比1.2的汇率下限 同时将利率下调至-0.75% 引发了所谓瑞郎黑天鹅事件 排名第二的是日本 外汇储备为14,025亿美元 日本外汇储备规模庞大 由来已久 在二战之后 最先以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而著称 较早就取得了国际竞在全国地位 日本对外资产结构 之所以呈现上述特点 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度追求压低日元汇率 而连续多年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 导致外汇储备迅速积累 在日本 直接拥有和管理外汇储备的货币当局 是财务省 其外汇储备资产 主要以财务省所持有的证券 和存款形式存在 排名第一的是中国 外汇储备为321007亿美元 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组成部分 是美元资产 其主要持有形式 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 据估计 美元资产占70%左右 日元约为10% 欧元和英镑约为20% 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特别强调安全性和流动性 这决定了外汇储备 主要投资于国际市场上 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 中国的外汇 不是拿着一些外国的线钞放在那里 而是买了外国的一些高收益 低风险 非常安全的债券 然而约占60%比例 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以美国国债和债券形式存在 使得外汇储备的流动性不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小编的视频 帮忙按个赞与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小编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